大家好,我是B站UP主,今晚见远线 今天来做一个越南词语的考证和解析 首先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鼓励 在我上一期做这个歌词解析以后,大家的分享还不错 其中有两位小伙伴说想要听这首歌的翻译 这里想对他们说声抱歉,因为我听了那首歌歌词以后 暂时没发现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可说的 可能我没get到他们的点吧 所以暂时歌词可能就不会翻译就不会做 但是除了这一句,这一句我看到这个词之后 我就马上联想到我之前在某首歌里面听到的这个词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词它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就现在就拿出来讲一下 所以也就成为了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就首先要分析这个Q3的意涵 然后通过各种资料去对比 最后面就得出结论 就是这个Q3,这个S这个3 它其实应该,本来其实它应该写着X这个3 X这个3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看一下这个Q3是什么东西 那么根据越南给出这个月月翻译的话 我们就得出 所以大概知道它其实是指高贵 而自豪美丽优雅的女人 这里要提提取一些主要的一些关键点 就是首先它提到的一个美丽 美丽还有这个豪华富贵 还有重 还有自豪 这些是这些是这一个词的这个关键点 这里单独拿出来放的 因为以后要比较使用 我们得我们知道这个Q3是什么意思 以后我们再单独看Q是什么 3是什么 首先Q的话Q它在越南语它有骄傲的意思 另外的话反过来反过来看问题 就是这个胶这个汉字 它的汉月音它也是Q 所以这样子两个联系联系起来看 再结合它的这个意涵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个Q它应该是汉字胶 我们暂且当它是汉字胶来理解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X是什么 首先这个X的话它对应有这些汉字 另外它还有一个表示纯语词的意思 是表示掉落罪陷入的意思 那么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单从这样子看 我们就很难与这个Q3整体的这个词 来产生一些关联的构金 就是说你单单从这个掉落 好像跟它这个自豪富贵美丽 女人这个感觉就联系不起来 那么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就是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些拼错 或者说一些外拉语的原因 就是它可能它也不是本来的越南语 它可能是外拉语 或者说一些方言的拼错原因 这里就要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北部和内音S和X 它都是读成了同一个S 但是在一些中南部这里 我举的是中部的一个算法 它的S它是读成一个卷舌音的S 而X它是读成S 所以就这里的话 如果考虑这个方言的问题的话 那么就说有可能是北部的人 他把这个写X的它写成了S 所以这样子就扩散过去 扩散到整个社会面 有可能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按照X这个Star去理解的话 我们看X的S 它有远和离开的意思 另外它对应这些汉字 那么这里出现一个关键的字眼 这里有一个汉字的S 这个S的话 似乎可以跟这些异象 构建联系联系起来 我们再深入看一下这个S 这个X的这个S它有什么东西 首先在越南语当中 它有这些词汇 Sはさふい还有さふい 它是它都有这些意思 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S它在越南语 它有奢华奢侈的意思 另外另外反过来 S这个汉字 它的汉月音它也是S 所以那结合这样的分析的话 我们就得知这些词汇 这些词汇当中 它这个X这个S 它应该就是汉字的这一个S 另外的话 我们得到这个S以后 那我们再跟原来的这一句这个S的这个S作对比 我们就可以得出 它有可能 它有可能是S的这个S 它其实是XS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写法 由于一些地方方言的问题 它有可能写着写着就 因为它S和X同一了嘛 那写着写着就写成这一个了 那以上的话 只是我个人的看到这个词一个判断 我把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和推断 都整理了一遍说出来 那么下面的话 那就是要查一些资料 然后去反证反证这个推 这个推断 首先的话那就是 就是要考虑这个危机词点 危机词点非常明确是给出了 这个S的S 其实是X的S的一个错误的评写方法 而且也给出了这个X的S的这个词源 另外的话 这只是一个 这只是危机词点 如果我们能够使用更多的一些资料去查询 那么就能够更加印证这一点 我们查阅到1974年 1959年 1957年 它们都都是继承了X的这个S 还有195 这本字典我不知道是哪一年 如果有哪位朋友告诉我 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 这个也是X的S 1933年是X的S 还有1889年也是X的S 那么这里的话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词点的话 它 它 不排除它其实都是复读 就是说后人造钞前人的这个研究 还有词点结果 还有就说 但是 但是即便它是造钞的话 但是这里 我们会发现它 依然它只是记这个X的S 它并没有记到的S的S 另外有个问题 要考虑的就是 你这些旧词点所记到的这个X的S 它有可能和现代的S的S 它不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说可能它新旧 新旧技法 它可能不是描述同一个东西 所以这里就要把旧的词点 它怎么去解释这个X的S 要做一个罗列 然后翻译出来 然后再跟现代的S去做对比 这里我就大致翻译了一下 其中有一些翻译 可能我有些可能把握的不是很好 大家都参考一下吧 另外要说一下 这个59年这一个 这个它并没有对整个词GELSA做这个解释 它只是针对这一个这个GELSA做解释而已 我们得出这些翻译后 然后我们再与现代的这个S去做判断 我们就发现它其实左右两边 它其实都可以找得到有等价 或者说或者说是相近的一些意涵和内容 比方说这边这边现代艺族 他说到这个豪华富贵 那这边也有这边有富贵 然后这边有自豪 自豪骄傲 这边也也是有一些傲慢的自豪 这些另外的话 我们通过这样的对比 现代的这个意思 它就多了一个美丽 还有专门之女人 我觉得的话 它其实这个美丽可能是从 从这些豪华富贵奢侈 这些引申过来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家家家家家 家境比较豪华比较有钱 那么他的衣着打扮呢 就会就会比较着重一点 那么就显得这个人就比较美丽一点 而从美丽的话 可能要引申到可能专门之女性这样子 经过以上的这些分析 还有这些推断 那么这里就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就是说结合那么多词 那么多资料 我们就知道这个S3 它其实它是源于X3 它是来源于这个汉月词 叫说Q3 那么S3它其实是由于方言的问题 写成X3是由于方言的问题 错误写成S3 而且受到了这个北部通用语的影响 在社会面也广泛的使用了S3 而慢慢的就少用了X3 所以也导致了在2003年这个词典 它两个它都记了 首先它把X3理解成一个旧词汇 而且比较少用的 这个解释就是跟旧字典解释一样 就是一个胶筋还有奢侈 另外分出一个S3 它专门去指导这些女人漂亮的 还有自豪的 所以这里就 如果按照现代的理解 就是这个X3分化出S3 另外另列词条 另外还有一些词典 就是说它也是只收X3 而没有收S3的 这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年代古老 或者是一些信息之后原因 就是有一些词典它只收X3 它没有收X3 那么以上就是本视频带来的内容 参考资料我会放在视频简介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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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 vehicles